哈囉 今天要介紹的是 用Scratch的程式去控制 透過藍牙的模組 是無線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船身 這個船身是透明的一個船底 船身是用保麗龍來做的 這邊螺旋槳的部分 是由Arduino內建直流的馬達 的一個功能來控制這個部分 這邊方向舵的部分 則是由一個伺服馬達來做 還沒有下水之前 我們先來做一個測試 其實程式非常的簡單 只是在控制前後左右的方向鍵 來控制轉向跟速度 我把畫面切大一點 來測試一下 我現在按上 讓馬力加大一點 你看到它已經開始轉起來了 我盡量讓轉速加大一點 目前看到這個速度是255 那我按一次會扣10 會變慢 會變慢 然後轉速整個變慢下來 我要把它加大一點 再來看這個方向鍋呢 也是會轉的 那我這邊呢是用 動畫呢 來呈現做 我現在知道船現在的船身 現在我讓它那個方向鍋轉幾度 我是用方向鍵來做一個控制的 透過Scratch呢 我可以即時的去編輯這個程式 那隨時呢 想要改程式也是沒問題的啦 那這個部分呢 Scratch呢 也適合小學的小朋友來做 今天呢 我們的這個遙控船的部分 就介紹到這裡 很簡單 我們就在這兒 封道製的觸眼 到這兒 中文字幕——YK